大家好 了解房车 我们看细节 这个是房车盘法 今天我们将回顾一下自动挡客户两天的反馈 看到 习惯了是吧 自动挡才开始不习惯的话 一挡挑二挡 二挡挑三挡 登桌感觉非常强 你当我习惯以后 会控制的话就好了 下次我给车友们发一发这个 就是到那天不是开了一次吗 一圈吗 对对对对 你这没熟练的不熟练的话 它登桌感相当强 你一挡二挡 二挡挑三挡 嗯 好好 你这个找我这个敲面的一副提书 是吧 看到一千八不转件时刻 马上要跳档那个游民的 是 它不到两千就会跳档啊 对 跳档的时候 它跳档就像油温就 这温度就降下来了 嗯 好 好 好 谢谢谢谢 纵床晚我们从中控看起 主架后面是酸卡座和一平床 上面是吊柜 左边有微波炉 冰箱 洗手盘 有储物间 还有电磁炉 这边是个衣柜 这边是个衣柜 左边 北端是洗手间 下面有淋浴棚 里面的空间 相比红床的话 下面底部是平整的 顶部配有一个很大的双向排气扇 从后往前看 这边是家用变冰空调 可以吹到主下时 包括卡座 卡座很舒服啊 拼完床之后 超过一米九 睡起来很舒服 空间很大 侧面看 前脸 总质量4495 这边是外置淋浴器 空调出风口 尾部 30伸电磁器 三开门的储物 上下铺 上铺和拉伸 下铺也可以拓展 冰箱 电磁炉 微波炉 短短 这是外置车拉造牌的一个机会 两段拓展再锁 感谢您的观看 最美的布局搭配将在下期播出 每天就拍这个很产量的 打一次 这是什么幕啊 星空巷不是那个百合项目 百合项目 我们下期见